因为市长接下来的行程就是除了跑法院 就是打官司 他也不会关心市政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想见的政治斗争 就是副市长这个位置空出来了 各方人马都会来抢这个重要的位置 因为高宏安只要一审被判有罪 他就必须停止 依照地方制度法会由副市长来代理市长 我认为高宏安心中最佳的副市长人选 就是即将上任民政处长的发言人施淑婷 施淑婷从去年选战开始 还有今年接任发言人 几乎24小时跟在高宏安身边 所以他是高宏安最信任的幕僚 所以由他来当副市长是高宏安最放心的安排 一审就有罪停止以后 由施淑婷来接任代理副市长 也是高宏安心里的最佳剧本 我们就等着看下去吧 我想李中廷外称高宏安男友 长期以来扮演高宏安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但是重要角色 他必须陪同高宏安出席各种场合也好 或者是说要跟高宏安讨论事情 他毕竟不是新竹市政府的员工 不要在公器私用拿私人 公家财产拿做私人所用 他每个月永龄基金会 之前传出永龄基金会 每个月60万元的一个薪水 这些金额都足够他去租一位车位 不必要再去占公家的便宜 那李中廷其实长期以来扮演高宏安重要白手套角色 包含永龄基金会给他的薪资 包含他帮高宏安所谓的领了助理费 他领双薪但是又同时帮高宏安缴了民众党的这个 所谓的募款责任额 所以他其实就是李中廷高宏安的白手套 这样的一个角色跟高宏安之间 当然有切不断的关系 但是你们两个切不断 必须跟市政府的一些公帑 公家资源要切断 李中廷的公积金他倒是这个部分 在法院的判决书里面 李中廷是没有缴到公积金的 因为他领的助理费其实都存起来 缴给民众党的募款责任额 所以为什么他不起诉的原因也是这个 所以但是毕竟都是 这次的车位问题是公家的车位 他尽量的避免去使用这个公家的车位 虽然你的女朋友是市长 但是也不要占公家的便宜 风刚走但新竹正要放台风假 因为高宏安现在去日本 副市长也打算离开新竹市政府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新竹市政府宣布了几个人事的命令 包括重量级的消息 蔡立清副市长打算再下个礼拜就打包走人 再来民政处长会换人 行销处长跟文化处长都会换人 其实从高宏安上任的第一天 他就无心在新竹市的市政 他把重点摆在抓弊案 以及摆脱自己的官司 如今他自己的官司被起诉 弊案也没抓到 那在他起诉之后 新竹市政府的首长们也是人心红红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哪些业务 因为市长接下来的行程就是 除了跑法院 就是打官司 他也不会关心市政上面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想见的政治斗争 就是副市长这个位置空出来了 各方人马都会来抢这个重要的位置 因为高宏安只要一审被判有罪 他就必须停止 依照地方制度法会由 副市长来代理市长 所以不止柯文哲想要 郭台铭想要 侯友宜也想要 高宏安正是因为把这个位置空出来 可以跟其他所谓蓝白河 或是蓝白阵营的三个巨头去谈判 以拿到他最重要的政治利益 既然网友说我是先知 那我就再预测一个 我认为高宏安心中最佳的副市长人选 就是即将上任民政处长的发言人施淑婷 施淑婷从去年选战开始 还有今年接任发言人 几乎24小时跟在高宏安身边 所以他是高宏安最信任的幕僚 所以由他来当副市长 是高宏安最放心的安排 一审就有罪停止以后 由石淑婷来接任代理副市长 也是高宏安心里的最佳剧本 我们就等着看下去吧 其实这个情形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因为当初蔡立清副市长被找来之后 他被任命一个比较重要的职位 就是新竹棒球场的体检会的一个算是召集人的位置 但是到了5月份的临时性的开挖 他就在那个现场就没有看到蔡副市长 那在后续的这个市府跟议会报告的这个棒球场先监督小组的这个会议之中呢 蔡副市长也都没有作为市府的代表来向议会来说明 都是由公务处来作为这个市府方的代表来跟议会来做说明 所以就从这个 他明明身为这个所谓棒球场体检小组的一个最重要的职务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却都没有好好的 在履行他这样子的一个实质的这个职务的内容 所以确实是可以看到他 并不在这个高宏安市长的这个市政规划的这个团队蓝图之内了 对因为其实五月开挖的这个件事情呢 其实真的是很临时性的一个行动 那我最近棒球场有出了一份这个改善报告 那这份改善报告呢 他所用的简体还是这个7月就是所谓这个美国大联盟常务公司的人来亲自 挖取索取的这些简体 其实跟这个五月份所开挖的这个内容 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所以就从这样子的结果来看 确实是可以看到五月份的这个行程 这个开挖的行动真的是非常临时起义的一个行动 所以可能蔡副市长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确实就是 这一次的行动主要是由市长室 这边来亲自来执行的 这样子 所以在当初来跟议会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是由市长室的秘书 田秘书来向我们报告这件事情 也不是由副市长来报告这件事情 所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职权应该是有被架空的情况 因为当初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要找高航班市长就是一撇过去 这个市长会去找的这种副市长人选 去找这一个所谓不是公务体系 不是行政体系 而是司法体系的检察官的背景的副市长 就想当然他一定是想要 一方面为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涉滩案件来保驾护航 那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借由这个 他检察官的背景 对于这个政府流程法规的这个熟悉度 来去检讨看看前市府在各项工程上面 是不是真的有涉及不法的相关的事情 那所以从结果来看 目前没有任何一件新竹市政府的公共工程被起诉 反而是高永安自己的涉滩案件 证据更加确凿已经被起诉了 所以高永安应该也是觉得 请了蔡立清这样子的一个门神 没有达到他一开始所设定的这样的效果 所以也很急着希望可以摆脱这一尊门神 去安下一尊门神的感觉 高市长非常感谢蔡副市长以及团队在这段时间对市政的努力 并且进行付出 那期盼未来接续在不同的领域一起为新主事努力 那至于副市长的人选将择日不达 有最新的消息一定都会在第一时间上大家宣布 那这次的人事调整会是以活化团队稳健市政为方向 那市府团队也会继续推行市长的市政蓝图 目前各项成果也陆续展现中 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我们会继续为新主事努力